《蘋果日報》學者賬買仿托基金收息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6本部信 政府推出通脹的與債券大半的初衷 是幫助市民對抗通脹 不過每年可供應扣額度僅得100億元 估算下每人僅得兩手債券2萬元 債價連債息難完全抵消 日常龐大開支增長 有理財專家認為可透過購買金融資產 例如股票來抵銷通脹 市場上有不少與衣食住行相關的股票 牌息往往能夠兌充通脹 中大商學院助理院長李兆波表示 買股票收息兌充通脹其實都可行 例如通勤者可買港鐵066 如供愛爾買石油股等 但他提醒需要在股價較低時買入 據本部統計 由於現時依利及交通類過去12個月陷於通縮 相關股票股息率高過價格漲幅 以未買股收息可足夠抵消相關開支有餘 而住屋及外出融線等項目通脹仍然凌厲 股票派息率只能略為幫補開支 李兆波認為 市民可透過積極投資 不止贊息 要在股票市場獲利以解決通脹壓力 慎防股價下跌風險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斯溫極認為 以股票抗通脹應該要小心選擇 尤其是美國聯儲局加息如期下 銀行息率將會提高 公用股息率將失去吸引力 而且要承受股價下跌風險 但長線投資者仍可選擇港登2638 增無行011及支付078等大型股票 不過 針大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默瑞才認為 以股票對沖通脹有難度 因上市公司未必能成功將通脹轉價至消費者 影響公司營利及派息 而且派息事由管理層決定 因此不能確保公司派息永遠慷慨 甚至有機會減派息 令回報減少 如部分公司的財務伎倆如公股 甚至會影響股東回報 默瑞 基本上沒有8%抗通脹的方法 即使持有房地產等專頭 亦需要承受樓價有機會下跌之風險 難有方法可以絕對受惠 不過 若果真的要以股票抗通脹 他認為買房地產信託基金屬價保險方法 因法例規定該社基金九成營利用來派息 但前提示本講租務市場平穩 股息率6至7來跑贏通脹有餘 記者周嘉誠 請問 請問